大家好 今天又和大家說手袋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四個都比較類似的手袋 甚至網上有些人說是便宜 我不知道你怎樣看便宜的東西 但我不算是便宜的 反而我覺得這四個手袋感覺上是有點相似的 不是完全一樣 但我覺得某些元素都很類似 不如一起看看 打響頭炮當然是這條影片的主角 亦是因為這個主角衍生了之後我會說的那些手袋 這個是Hermes Mini Kelly第一袋 它有第二袋 兩個的差別是很少 第一袋是壓扁了的 比較長方形的一個Kelly 但沒有長帶的 就是手拿的 第二袋是很簡單的 縮小的Kelly 然後有條帶 兩個對我的lifestyle都是用不到的 所以一直都沒有將它們放到Wishlist 我也知道Mini Kelly是Hermes的Ultimate Go 但我沒有那些東西 我純粹用得到 我喜歡才會買 純粹用不到的底下 就沒有將它放到Wishlist 但有一天我跟SA聊天 純粹用性質 聊天Mini Kelly SA跟我說 其實Mini Kelly2放不到電話 對你來說可能未必那麼實用 Mini Kelly1起碼都放到電話 然後後來我就笑 其實它兩個都適合不了我的lifestyle 因為像她所說Mini Kelly2代放不到電話 有時我要放下電話一會兒 要手臂做一些東西 它沒有這個選擇給我 第二件事就是Mini Kelly1雖然不能放到電話 但它又沒有填Strap 所以我都覺得兩個都未必適合我的 purpose 所以一直不放到List 但上網有一天我看到一個女生 就展示了她的Mini Kelly1出來 是黑銀的Combination 我一看到黑銀的Combination的時候 我是很拼心心 對眼都變了心心 很漂亮 然後她還將Tuli不知怎樣綁 變成一條長Strap可以肩膀背背 然後我就覺得Brilliant man Brilliant 然後我就對Mini Kelly1改觀了 又可以這樣用 又真的很漂亮 我覺得Mini Kelly1給我的感覺不只純粹漂亮那麼簡單 它是有個雍容華貴的感覺 I hope it makes sense 它給我的感覺是貴氣的 而Mini Kelly2掛了上身 我覺得它有少許Edgy 看看你選什麼顏色 有少許Edgy 有少許Casual的感覺 兩個感覺比我都是不同的 所以兩個都可以擁有 我們試試正確定 Anyway 這個不是我的Wish List的影片 但我先講一下背景故事 這就是我開始留意這個包包 因為我開始燒了 所以我開始留意上網看的各樣各樣各樣 這個是終極目標 然後我看一看的時候發現 發現現在上網說的有些便宜的產品 這樣就引伸到以下的產品出來 有這個品牌 這個品牌是2020年成立的 都比較新的品牌 叫做Servent 這個品牌 其實它有這個包包 還有一個好像壓扁 摸長方形的 這個就摸一個梯形的一個包包 其實拿起來有點像Kelly One 但我覺得又不是完全一樣 它是有一個扣子 前面有一個扣子 所以它很容易打開 它比較是梯形 然後打開了內箱都很不錯 以這個尺寸來說 不可以跟頭部相比 以這個尺寸來說都很不錯 因為裡面沒有空間 是一個洞可以比較穩穩 去裝東西 這個產品有很多顏色 黑色、綠色、啡色 有紙巾、壓扁的版本 我忘了它有沒有帶子可以上購 因為好像看別人的分享 就看到它有什麼類型的 但官網是沒有的 所以我先看它是沒有 因為我都沒有特別好留心去檢查 只不過是看到 我又展示給大家看看 大家覺得怎樣 大家會不會去試 會不會想看review 會不會興趣 我想知道這件事就是這件事 我覺得這個看起來是清潔版 沒有Logo 只有扣 亦是比較耐看的款式 不知道大家怎樣看 大家看到這個袋是否燒 可以在樓下給我火的Emoji 讓我知道你是正在燒這個袋 另外一個便宜的袋子是Laura Piana 這個袋子叫Pocket Extra 19個尺寸 有個大一點是27 19個尺寸比較近像Mini Kelly的尺寸 但我看起來是否真的很像 我覺得不像 我覺得剛才的比較像 這個我覺得不太像 因為除了它的扣造差不多之外 其實其他東西不太像 對於一個尺寸的尺寸 但其他東西不太像 這個其實我看起來都是一個很清潔的袋子 但有些人說像化妝袋 很像別人的品牌 不知道你買什麼的時候送給你那些 Mini Kelly的尺寸 有些都是這個樣子的 我不知道你覺得像不像 如果你覺得像的話 就在樓下給我眼睛的Emoji 讓我知道你覺得像 我看一看我覺得它都清潔的 因為它沒有一些Logo 什麼東西 很花筍 在袋子上 它是有條長Strap的 就是扣在現在處理的 兩個皮位加上去 那條帶是可以完全拆下來的 就是說如果你喜歡手拿的話 那條帶不會阻礙你 但如果你喜歡背的話 也有一個選擇 我覺得它Beautiful在這個地方 它都是比較扁身一點 就沒有那麼像Lunch Box 也沒有那麼膨脹 為什麼我覺得它不像呢 除了它的尺寸和手掌外 其實它是拉鏈 因為它不是一個扣 因為Kelly是一個扣物 但這個不是一個扣 所以拉鏈那裡我就覺得不像 我這個給我感覺 就真的沒有那麼雍容華貴 沒有那麼Elegant 那個感覺是比較隨意的 因為它變了是一個拉鏈 我就覺得比較日常 比較隨意的 但是這個袋我自己燒不燒呢 好老實說我不燒 因為那個拉鏈要到最後 然後頂部 有點像Vanity Case的部分 Vanity Case是一個正方形 就是拉到最後打開 我沒有去玩過 我不知道它的拉鏈有沒有拉 可能我也要去玩一下 看它拉鏈有沒有拉 然後再報告 但是我現在這樣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是那條拉鏈會 somehow turn me off 因為你的袋子這麼扁 還有那條拉鏈 日常使用的時候 未必真的太方便 對我來說 所以變了 所以我就不燒 但你看看它有條拉鏈 我覺得都是不錯的 這個我不知道大家燒不燒 似乎我們Youtube比較少說這個袋 所以我又上來跟大家探討一下 大家燒不燒都可以留言 好 到最後一個 我覺得這個跟Mini Kelly No.1是沒有關係的 這個是From Longchamp的Extra系列 這個我反而覺得很像Laura Piana那一個 只不過這個是正方形 因為底部會厚一點 即是會鮑膩一點 它比較像一個包裝 但其他產品都有點像Laura Piana那一個 我就展示了另一個選擇給你們看 如果你是喜歡Laura Piana那一個 但我覺得價錢可能會不會有預算 我不肯定我會不會用 有沒有一個差不多是那些元素的 另外一個品牌 我覺得Longchamp這個可以看一看 但當然它的容量會變成這樣短了 但這裡就闊了 就要看你自己喜不喜歡 它是比Laura Piana那一個 膨膩一點點 因為始終它是一個比較寬的正方形 但我覺得它第一樣好 就是它上面有兩個扣 即是手臂旁邊有兩個扣 你可以扣牆打下去的 然後也有一個手臂旁邊有一個護膚 你可以扣在一條大手臂旁邊有一個護膚 然後也可以用一個護膚 因為它是比較正方形 如果你是用一個老年大的袋 你需要一個護膚來安裝你的護膚 可以扣出來這樣使用 然後它也有很多顏色選擇 價錢較親民 對比起剛才那幾個 所以我覺得可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當然它拉鏈的風格也是同樣的 由這邊拉到那邊 整個蓋揭起那一種 我覺得Longchamp的拉鏈看起來很不錯 但因為角位轉彎 我不知道它大概怎樣 下次我去Longchamp我都會去玩 這個比較BOX的款式 不知道你們是否喜歡這個包包 因為疑似目測都蠻裝得的 因為是一個盒子 我覺得這個跟Elegant是沒有關係的 這個比較隨意的 如果想要一個盒子款式的包包 要它貼地氣一點 我覺得這個就是你的選擇 一口氣說了四個包包 我終於想知道大家最銷是哪一個 歡迎留言告訴我 下次我再跟大家聊 拜拜